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位非主流的美国共和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他八年前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乡下人的悲歌》 当时就是畅销书 而现在由于万斯新的政治头衔 又获得了大家重新的关注 今天我们要在四样线据报特别为大家分享的是 李迅雷先生写有关于美股的一篇文章 这个美股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于A股又有哪一些启示呢 为什么又说上了JD万斯呢 其实JD万斯除了从这一本书中 你可以看到他本人的生涯经历 他也反映了美国的整个重工业外移的历史 以及对于当地居民造成的生计上的麻烦 那我们还记得万斯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是在俄亥俄州的尼德尔敦 七十年代之前是钢铁之城 但是七十年代之后整个美国的重工业开始向外转移 这个城市也就开始出现了衰落 那么有一个词叫做铁锈带 就是这一些工业衰落的地区 现在大家议题铁锈带非常的敏感 为什么呢 美国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就是铁锈带 那么到底什么是铁锈带呢 其实就是东北部中西部还有五大湖区的几个 我们说以钢铁工业为主 但是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全球化冲击后的产业外移 这样威胁的地方 比如说俄亥俄州啊 宾州啊 密歇根州啊 伊林摩伊州啊 威斯康星州啊等等等等 这要说到了 美国现在的民主党的当仁不让的这一位总统的候选人贺锦丽女士 很有可能就会在明天某一个时刻来宣布她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很有可能就是从铁锈带的我们叫做州长级或者是议员级的人选中啊 挑一个也显示了整个铁锈带对于整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重要地位 那么整个铁锈带为什么开始衰乱 当然说这些这个中间啊谁因谁果的有一些争议 但这个时候啊 正好是七十年代日本制造业崛起的时候 正好是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制造业崛起的时候 正好是九十年代中国制造业开始腾飞的时候 所谓的全球性的产业转移这样的一个阶段 现在啊美国的这个重工业啊 其实你就说咱们不能说可有可无吧 但是呢早就进步如稀了 但是美国的经济是不是就落后呢 当然不能这么说 除了政客说啊 我们要让这个重工业工作重回美国之外啊 大家真的知道美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啊 在高科技产业 美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啊 在服务业 真的服务业贡献了美国总就业人口的多少啊 百分之八十四 所以你说啊让工作重回美国 你要问一问是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可能是那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的人已经失去的蓝领工作 但是因为他们对于选举格局的重要性 我们老有这个印象 只有这些才是美国工人的代表啊 这一点可能其实你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啊 那我们就看到啊 这个川普的竞选口号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 实际上啊相当的具有误导性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美国伟大并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这些白人铁锈带的基本盘 美国不伟大也不是因为他们不伟大了 美国呀实际上啊 真正的经济重心早就不是铁锈带了 真的铁锈带就是在选举这几个月 特别得到大家的重视 那我们就说呀 美国没有真的衰退 其实呢美国还不断腾飞 特别是随着对于整个科技业和服务业 在整个全球范围内 在这个我们叫做价值链断的不断的提升 真的衰退的是哪个地方呢 是欧盟 那我们就看到啊 过去30年欧盟的GDP占到全球的份额下降了多少 猜猜这个数字 下降了百分之 应该是比例我现在还不知道啊 大概应该是30%到40%吧 没有那么多 下降了11个百分点 因为欧盟原来就没占30% 现在它是占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二十 对对对 曾经欧盟是整个世界的半壁江山 结果现在呢已经变成是 它大概是亚洲的三分之一 好那我们说之前呢 这个我们说了 美国其实是在GDP的全球份额 是在回升的 并不是美国在衰落 中国呢全球份额也是在回升 真的落后的 其实是欧洲 这一点呢 跟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想象 可能不太一样啊 那么到底是怎样啊 来看待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游戏规则 出现变化之后的竞争呢 实际上我们就说呀 美国和中国 大家是都有一种 我们叫做这个大国自恋症啊 都是看对方在衰落 看自己在崛起 实际上在整个全球的国际中 中国美国都在不断的上升 但是在一个地方 可以说美国与中国相比 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 就是股市上啊 那么到底股市上 美股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A股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来自中泰证券的李迅雷先生啊 就给出了我们一点启示 美股的真正特征是什么 不是一路飙升而是分化 A股的特征是什么呢 不是一路下降 而是良有不齐 但是又分不出优劣来 那我们就看到啊 美国的这个股市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是这个我们叫做累计收益率非常的高 1985年到现在美国的累计收益率是多少呢 平均数是百分之3600 涨了三十几倍 中位数是多少呢 1.1% 什么概念 绝大多数的美国企业是被淘汰的 是不挣钱的 但是有几个头部企业 一下子把这个平均值拉开了中位值 美国一共有多少家上市公司呢 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 50年来没有给投资者带来回报的公司有多少呢 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的公司呢 都是没有给投资者带来回报的 但是所有股票的平均回报率是达到了36倍 那么这时候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美股它是一个高淘汰的 同时也是高崛起的 美国这个股市大家可能有这样一个印象 就是它是一个成熟的市场 其实它这个成熟化也是经过过程的 最开始美国也是一个散户市场 现在是变成了以机构者为主导的市场 中间整个这个过程花了多少年的时间 花了70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中国的市场啊 全部是散户啊 没有理智的投资者 也要给中国一点时间 美国形成现在的成熟市场 也是这个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 那么这个这个过程上 实际上我们说美国股市成熟的过程上 就是散户和坏公司不断被淘汰 不断被消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啊 李星雷先生就提出了一个一个概念 说如果呀 你要给美股也写一本传记的话 实际上可以叫散户们的杯割 因为整个过程也是散户一轮一轮被出清 像大家谈到A股的时候说啊 这个股民被割韭菜啊 散户太多 最后啊 都是从这个市场上被被割掉了 被消失了 被吞食了 实际上美国股市也是走过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 从开设股市到现在 如果我们去看一看有多少公司已经不复存在 过眼烟云了 超过百分之八十 要么是直接退市 要么是被收购或者是兼并 李俊雷先生统计 从一九八五年到现在 美股累计收益率前十的公司里都有五家都已经退市了 全部美股啊 平均的寿命是多少呢 是十四年中位数就是九年啊不到美国中小企业的寿命是多少呢 不到七年 中国企业的小企业的寿命是多少呢 据说是不到三年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 我们就说这个企业被淘汰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自然选项 但是为什么美国股市还在上涨呢 其实你看到真正拉动股指的股票就是百分之十左右 就是头部这一些企业 但是美国头部这一些企业不仅仅是更长寿 更有更高的平均年化 同时也更值得拥有 强者横强 大者横大 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美股七雄啊 苹果微软英伟达谷歌亚马逊脸书 现在叫Meta还有特斯拉 市盈利2024年初以来45倍 现在大概是40倍左右 说明这个股价的上涨基础啊 还是企业盈利的增长 这个投资者权益资产的风险实际上非常的大 这一点呢 很多玩股票的人呢 进这个市场的时候觉得刺激 但其实并没有预期到 因为大部分企业的生命周期都非常的短 但是如果你这个投资指数基金 你看到ETF投资风险的相对小 为什么呢 因为ETF的编制规则 就是不断更换指数的标的 不断的用这个指数自然的这样一个更替来实现优胜劣汰 所以这样我们也顺便说一句 投资个股其实风险是非常大的 企业誓死是活你根本很难 除你掌握内部信息之外 很难看清楚 那我们就看到不仅仅是美股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同时呢整个的美国文化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 就是说要么是富人越积累资源越多 越来越向头部转移 而穷人越来越被剥夺 越来越转移到我们叫做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挣钱的这样的一个余地中 但是与这个社会不同 与基尼系数不同 这个阶层固化呀 往往是社会的一个弊病 但是我们说股市的这种叫做K型分裂 往往是一个市场 我们说健康出现这样一个优胜 优胜劣汰的 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自我调节机制的展现 那么这样的一个美股的分化趋势 对于A股有怎样的启示呢 李逊雷先生就注意到 其实也并不是说A股没有经历过普展行情 或者叫全面牛市 99年到2001年有一次 二零零六年有一次 实际上在经济产业企业的分化呀 也是相当的厉害 但是与这个美股相比差距还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看到这个A股啊 在这个涨幅前20的股票啊 在万德权A股指数中相对来讲的 指数上涨的贡献比较小 大概在五点五倍左右 A股的中小市值的估值水平也偏高 那比如说我们就看到美股的这个市值中位数是多少 而美股的上市公司的规模又普遍比A股大 美股超过百亿市值的公司有多少呢有八百多家A股只有一百多家美股超过千亿市值的公司有多少呢一百二十七家A股只有十家说明就是说 头部这一部分市值相比那么A股离美股还下降的非常的多 另外我们也看到A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企业一旦进去了就淘汰不出去这个出清的过程又没有美股市值相比 A股这么快所以整个的这个K型曲线的自然分裂趋势在A股这里就显得不够的灵敏 所以导致整个A股的市值是拉不起来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这个估值水平如果我们看到把中美上市公司按照市值来进行前五百强来比较的话 尽管平均市盈率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平均净资产的收益率差距是相当值大的 财务数据一笔也是差距非常之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提倡叫高质量增长要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那我们就看到总体估值差 整体估值水平没有优势 因此未来只有可能通过好企业进一步向头部集中 行业进一步来集中来提高现在A股这一些股票的我们叫做市盈率以及盈利水平 不能永远出现大而不强这样的一个状态 行业墙肯定是有强的企业 好这个有强的企业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回报 这可能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对于A股改造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第一是要严格准入门槛不能让两有不齐的企业都进来 现在我们看到IPO强监管展现的是这一方面的特征 第二当然我们说针对于一些散户交易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模式 现在是进行了收紧这个之前的政策大家也看到了 当然更重要的可能是通过兼并收购来实现真正的头部强企业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保五合并 比如南北车合并等等等等 未来可能还会继续的看到 现在特别提出的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减量体制 讲的是A股要通过兼并重组 要通过提高监管要求防止无需扩张 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金融行业内 可能企业的总量会出现大幅的减少 整个行业的集中度会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可能会出现一批我们叫做中国式的美股七雄 中国式的A股七雄 当然我们就说和美国的这一些以科技服务行业 以及虚拟经济为主的七雄相比 中国的这一些头部企业可能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是不是电力新能源 比如电子行业等等等等 会更符合中国的发展要求 因此今天我们就从李迅雷先生这一篇文章中 科技创新引领一切 中国就是没有科技创新 可能是行业发展的策略点不同 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就是差别 还是美股已经形成了一次K型的自然分裂和分化 而中国呢由于之前股市的各种各样的弊品 还没有展现出这样的一种股市的特征 未来可能会有哪些新行业成为中国的头部企业呢 这里呢李迅雷先生也给出了一些预计 比如说电子芯片 比如新能源等等等等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市值最大的企业是什么地方 要么是银行 要么是白酒 说明那个传统经济占的比例仍然是比较高的 但是未来随着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可能大家对于A股的变化还是会有更加明朗的一个判断 怎么看待现在A股的问题 怎么看待美股和A股之间的差别 我觉得时间 法治 产业结构的完善这些东西的一个系统 我们说伦敦的股市花了200年 美国的股市花了100年 中国的股市还只有三四十年 需要一点内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中国需要一个专业的信息流通的 这样一个财经媒体或者是财经信息系统 让这些投资者有一些 不要被一些妖言忽众的经济学家 或者是股市投资家 或者是政治评论家给搅和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知识或者是信息流通 提供一些比较的 你包括美国 也没有几个人 真正听那些股评家的讲话 如果真正去那些股评家的讲话 他讲得准确的话 那些股评家他就不做股评家了 所以但是呢 每个人也离不开股评家 因为你要投资者 你总要听听别人的参考的意见 对吧 但是美国的股评家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比较谨慎的 比较的小心 中国的股市也好 中国的政治也好 中国的社会也好 总是被一些妖言糊重的所谓的学者 经济学家 或者股评家误导 而缺乏一些专业的一个层次 比如说美国有非常好的财经媒体 彭博同学社 道经司 华尔街日报 那么这些财经媒体 给大家对这个股市的认知 提供了一些更丰富的一个背景 中国在这方面 是非常缺乏 中国不是说完全没有很好的经济学家 或者是很好的这种 评论者 而是 被这些 社交媒体 极端语言给掩盖了 这一点的话 会造成这种投资者 这种 所谓的韭菜吧 阴阳怪气的东西太多 中国的股市就是阴气大众 妖气大众 就是争气太少 所以呢 到底从哪里来得到 没有阴气 没有阳气 也没有怪气 也没有阴阳怪气的 新闻呢 当然是来看华尔街电视 以及听说华尔街 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先去报道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会 谢谢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思想先去报 节目现场 最近呢 我特别关注到的是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 联合早报一位资深的记者沈泽伟 他呀 现在呢 已经是人到了中年 2017年采访过两会之后啊 就没有再回到中国 结果啊 中间经历了疫情 经历了种种的地缘政治纷争 现在重回中国的到底感受如何呢 他在联合早报上啊 发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叫做回国北京 今天呢 我们特别和观众朋友们分享 并请呢 和民先生来谈一谈 这位记者的观察是不是准确 首先呢 他就说呀 说现在呀 我是拖着行李 到北京的首都机场 东张西望 哎 王师傅 我和他已经七年不见了 现在呀 见到我是高兴啊 见面两个人互相打量 就一个感慨 叫做岁月不留人 我们都老了 他讲到啊 2017年完成当时中国的两会采访任务之后 他又再也没有踏足有帝都之称的北京 这个北京啊 给一个新加坡人的印象是什么呢 是一个政治工作的地方 特别是对一个记者来说 即使是去中国大陆旅行 他们经常去的地方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云南啊 四川啊 等等等等 想吃好吃的就去广东 想去看一看跟新加坡不太一样的景观 那就去东北或者是内蒙 每次到北京啊 总是为了工作 这一次到北京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沈泽伟先生就写到了 变化非常大 第一呢 自然的空气 变好了很多 政治的空气吧 也不是说好 也不是说坏 但是不同了 他就讲到啊 他2011年当时 第一次驻京 正好是赶上胡门时期的尾巴 那个时候呢是十八大换届之前 那个时候的舆论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宽松的 新闻也精彩 这个新闻的精彩啊 堪比电影情节 当时的这个薄熙来案件 还有啊 这个谢长廷啊 调酒之名 房北京 陈光诚 到这个美国使馆寻求庇护之后 到朝阳医院就医 广东乌坎的村民选举 等等等等 那个时代呀 是一个新闻十分热闹的 这么一个时代 现在我们看到啊 这个十几年过去了 现在两岸的关系 已经是冰点了 谢长廷调酒这一幕 再也不出现了 同时啊 中美关系也不稳定了 哎 那么 之前说的这个乌坎模式啊 现在也早就是过去时了 曾经是汪洋的 某一个光鲜时刻啊 结果现在新时代下呀 最释放的是什么 这个新闻呢 真的是没什么好看的 打开电视 四平八稳 这个大V啊 也不再乱放嘴炮了 这个这个 什么什么 像任志强这一种啊 今天炮轰这个 明天炮轰那个的 不再有了 体制内的人士啊 现在政治纪律是越来越严明了 打探消息是越来越困难了 特别是对于记者而言啊 想得到点消息 他的天职 结果现在发现呢 学者守口如瓶 受访的时候啊 顾虑重重 特别是不愿意具名 哎 结果啊 这个沈泽伟先生就看一看手机联系本里还有谁呀 还能联系啊 结果发现哎当时有一些时评人 现在 要么是已经 不再做时评这一行了 下海挣钱去了 要么是已经被 关进牢里了 有一些自由派的人 要么是润到西方国家了 等等等等 好多媒体朋友啊 都纷纷转行了 一看手机里啊 也没有什么特别能够联系得上的朋友 还有什么呢 就是 他到了北京之后突然发现这个街道怎么这么安静啊 大家知道这个北京的路况啊 在我小的时候我想到北京 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公路上那个汽油味 那个尾气味 就像看到这个这个车子的引擎都平稳无声啊 是不是疫情之后经济缺乏 这个乏力呀 是不是因为暑假非高峰的时段呢 仔细一想 不是 接他的王师傅开的是国产的混油 混合车已经不是汽油车了 路上的车都是挂绿牌全是电动车 这十几年前是不敢想的 但是现在呀 北京这个街道啊 安静了很多 不是因为人少了 而是因为大家都在开电动车 现在我们看到啊 中国这个电动车不仅仅是国内冒出头了 出口的势头也非常的猛 现在是成为了欧美国家反倾销的打击对象 这个沈泽贝先生就感叹了 说这个中国呀真的是点倍 从卖鞋 卖衣服到卖小家电 再到卖电动车 似乎啊 任何一个阶段都躲不过西方这个反倾销的利剑 但是啊 所涉及的反倾销的产品这个技术含量是不断的上升 说明中国啊似乎是在沿着这个产业转型的这个上游啊 我们叫做逆流而上 迎着这个反倾销的枪林弹雨还在不断的往前冲刺 沈泽贝先生还问了一个问题啊 再过几年 是不是就是中国 被反倾销的对象就不是今天的电动车了 而是大飞机 是不是再过几年 中国被反倾销的对象就是芯片了 就不是美国不让中国的芯片不让美国的芯片到中国了是世界不想让中国的芯片涌到自己的国家了 他讲到啊 说还有啊就是 虽然中国自己的这个国内的新闻实在没有办法看 但是中国人哪看热闹的心可一点没减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放弃参选 副手哈里斯上任 消息是在美国东部的时间下午 大家还记得一点四十六分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 你看那是北京凌晨的两三点钟了 结果啊 突然一下上了微博搜人人都在看这个消息 然后这个沈泽伟先生就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么一个盛夏的夜晚原来在中国还有这么多的人啊 心怀国家大事晚上睡不着再滑手机 国际大事 对 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他就讲到啊 说想到中美关系这十几年变化的也真是快 十几年前呢 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一个 两大国之间的一个战略磋商机制 这是保尔森时期建立的叫什么呢 叫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一听这个名字啊 非常的这个这个 这个霸气啊 当时呢美方是谁啊 希拉里还有盖特纳 盖特纳大家知道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著名的哈佛校长 这个萨莫斯的 我们叫做继承人 中国是谁呢 也是两个在西方啊 有很多滋味的中国官员 一个叫做王岐山 一个叫做戴炳国 希拉里居住是非常喜欢戴炳国 跟戴炳国打过交道的人 也认为戴炳国是一个非常会交流的 这样的一个 西方跨的中国官员 那王岐山更不用说了 在西方人的眼里 即是历史学家 又幽默 又懂中国经济等等 当然这个评价是不是准确 我们之前呢也为大家分析过 现在呀 中国和美国尽管是有高层的接触 但是啊 明显关系冷淡了 大家呢 见面呢 也是这个互相说一些狠话 互相划一些红线 和之前那种热露的状态完全不同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啊 会成为少数任期内 不曾一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啊 这也是 这个这个沈泽伟先生特别关注的一点 他在酒店呢 哎没事啊 媒体人还是打开电视看看新闻 这个央视新闻呢 实在是没有办法看 他喜欢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 落马其糟的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个 叫什么呀 现在这些视频流媒体的一些节目 听到了很多英文词 什么city walk呀 什么city ride呀 等等等等 他就说啊 说这个中国到底是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洋气了 还是越来越土气了 十几年前的时候 大家是不鼓励用洋话说故事的 结果现在呀 哎 大家看到有关于这个这样的一些热词啊 在这个西方的媒体上 西方年轻人间特别活动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乘着这个滑板车啊 插一个小镜头摄像机 游遍全程这样的一种 旅行的景象是越来越多了 就在之前几年呢 官方还要求 汉语出版物里面是不能随便 夹带英文单词的 禁止声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汇 结果啊 现在火爆全网的全是一些非土非洋的 那之前这个火了一个词叫什么 叫city不city 什么叫city不city 我不知道这个和民先生记不记得这一招啊 这是什么呀 小红书 小红书当年没有 现在有了 小红书上啊有一个老外博主 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啊意外创造出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网络热梗 意思是什么呢 就要类似于说说这个叫不叫城市 这个阳不阳气 这个时不时髦 是这样的一个词 到了什么程度呢 连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都谈到了这个city不city这样的一个 一个热词啊 哎 结果呢 现在中国 一方面的感觉他越来越紧绷了 一方面呢 又开始宣传一百四十四小时过境免签 背后啊 又是掀起了一股国际到中国旅游的热潮 当然我们说啊 这可能一方面是要改变疫情之后啊 这个外国人少了这样的一个印象 但是同时啊 大家还真的是发现这个中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些说着一口啊 这个有一点 叫做外国人啊 腔调的这样的一些汉语的老外是越来越多了 并且一帮老外在中国变成了小红书上的知名博主 这一点呢 几年前也是不敢想 那这个沈泽伟先生就说了 说干脆我也搞一个说走就走的city walk 中国到天文广场 结果吃了闭门羹 为什么呀 人天文广场说你进去得提前一天预约 还得查证件 现在想到这个疫后之后啊 虽然中国变洋气了 但是天文广场这种地方还是有禁忌的 那么他同时说 但是你让这个旅游景点也保持便利也很重要 你不能让我这样的游客扫兴而归吧 但是天文广场已经不一样 他说啊 北京给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还是日常的科技应用 那我们知道新加坡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日常科技相对普及的一个国家了 但是啊 北京 让这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记者还是觉得十分的吃惊 他又讲到啊 公司大楼 这一位来自新加坡实际上 对吧 查证 这个包括签到 现在呀 全是刷脸进入 你停都不用停 直接你 几点上班就知道了 未来可能公司还通过你的神情判断你这个公司啊 你有没有离职之心 有没有二心呢 不知道 这个消费呀 全部是手机架单 手机扫码 哎 这个 可以 人家说啊 说你这个在中国出门啊 你什么都不用带 就带一个手机就可以了 是开门是指纹 进门是扫点 买东西是扫二维码 酒店房间下单 餐饮快速送达 全部可以用手机解决 关键呢 过去大家说北京的服务员呢 比北京人还要狂 见到外地人那个服务态度不一样 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 派送餐饮的是一个从来不闹情绪的机器人 这一点啊 也让这个记者觉得非常的新奇 他就说他想来想去 你觉得中国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坏了 其实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说呀 如果你是一个钱够用 没有太多的政治想法 就是希望生活安定 希望温饱 过生活过得精彩 过得快乐 过得惬意 小康中产 你在中国其实活得相当的舒适 你要是有很多资产的人 你要是一个猛争上游的民营企业老板 你现在可能会觉得焦虑 可能会觉得压力大 可能会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 他就说呀 说这个官方借助科技加强社会管控之下 一方面如果你是一个循规蹈矩过日子的个人 安全对你十分重要 或许你的这个便利性还增强了 如果你是有政治诉求 政治表达欲望的人 那你想组织串联的难度和危险也就越来越大了 他又讲到说你一个人在中国可以过得非常的好 但是似乎也会有一种稳定的孤独感 这种安全背后又让人觉得似乎有那么一点让人觉得 比较卡夫卡式的这样的一种玄幻感 他就说呀 如果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 不太喜欢出去跟大家搞这种社交活动了 喜欢到宠物身上去找慰藉 结果办公楼的商场在周末就开始搞周末的领养宠物活动 非常的热闹 而在宏观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多了一个关键词叫做中国式现代化 在中国习近平挥着手的红色标语 到处写的都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这个词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位记者马上就想到啊 说之前呢大家讽刺中国人有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 什么叫做中国式过马路呢 就是红灯绿灯与我没关 只要我们马路口凑齐一波人就可以走了 反正人多你敢撞吗 就是这样的一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 但是他就发现 现在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和当时的中国式过马路是完全相反的 为什么呢 中国式过马路强调的是随性 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什么呢 在中共的绝对领导下要带领全体中国人 走一条非西方的发展路径 习近平目标坚定 习近平认定了这一条路是中国的正确方向 大家就集体大踏步地走 直到达到所谓的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的地 不到目的不罢休 这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野心和欲望 他同时也讲到了说如果中国能够走出这一条路 就相当于彻底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神话 这样还真的是影响世界的历史大事件 但是同时他也给出了一个乐观的判断 能不能够成功 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见证 而我们是幸运的一代能够看到中国的这一种变化 怎么看待沈泽伟先生的这一篇文章啊 首先呢我在确确牛我一时主张一点 一个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光是靠你那个破烂的CCTV 那个完全人都不能看的那是官方宣传 是没有人相信的 一个是破产不破产还是次要的 主要是性质破产还是次要的 主要是你那个表现方式 这不是人的表现方式 这个时候你应该开放一种姿态 就让西方的媒体 境外的媒体自由到中国去表达 他们可能会看到中国很糟糕的一方面 有可能看到他们根本不能实用的方面 甚至他们觉得恐怖的一方面 但是他们可能也会看到了 在西方的媒体或者境外的媒体 那种干巴巴的 枯燥的 或者意识形态化的 中国化的形象是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终于引论了这样一篇报道 当然了 联合早报跟西方媒体还是不一样的 它一直以来啊 是比较温和的姿态 看待世界 不仅对中国是这样 对东南亚 对世界的看法呀 在中文媒体里面应该来说是有最高的水准 最高的水准 当然以前可能还有一些 现在相比之下 其他的意识形态和极端化来讲呢 联合早报这个媒体 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中文媒体 第二个是有这样一个优秀的记者 这样一个记者他很诚实的 把他可能他能够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了 让我听你刚才的表述 希望我们的观众也通过你这种表述 看到一个立体的中国出来 我是几十年没有去过中国了 那我们的很多朋友即算是去过了 也是对中国是百感交集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篇文章的最后的定论 我基本上是确定的 我认为习近平能不能成功 中国成不成功 也不能绝对说一点成功 也不能说绝对失败 但是至少比过去这些年 发展中国家努力想让自己细化的时候 结果遭遇了失败 遭遇了挫折 最典型的是苏联 东欧 也包括中东一些国家 无论是他们自己的主动的要求 走向细化 还是说通过一种民众强化的一个手段 比如说政变 比如说兵变 比如说颜色革命 但是这些国家提供的样本 非常是少 我们理解博士是经济学家 就知道最需要的是样本 搞政治研究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样本 太少 那么中国这种方式 现在看不到样本 能不能成功 我们不能说下一个别人的结论 但是我主观认为中国成功的激励是相当的大 相当的大 它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虽然它有一些意识形态 虽然它有一些民族主义语 但是别忘了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三个字 是现代化 现代化 它是有标准的 不是说你这个地方 整个深层的环境 比我们纽约好 差 比纽约还这个 治安也差 比纽约治安也差 生活水准也差 人们的生活的幸福感也差 那么你说你是 现代化 没人相信你 对吧 如果你 地铁比纽约干净 舒适方便 通信更方便 饮食更方便 娱乐更多 多元 生活更舒适 绝大多数的老百姓 不会像那些政治疯狂分子 说我一定要民主一定要自由 一定要人群 没有自由我就不要活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有所以我说呢 如果 自由是你最重要的 就是我十多年来一直讲一个观点 你就赶紧到纽约来 跟我一起喝咖啡聊天 这个地方确实是自由 在美国 甚至也有法治 但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北京有趣 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中国变化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如果你觉得 你没有那么急迫地要求自由 而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 过一个老百姓的日子 我认为中国有可能会比美国更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选择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机会 我只是提醒我们在海外的观众也好 我们国内的朋友也好 我们应该带一种 像这样一位作者所呈现的这样一种真实的感觉 看到好的东西 就感慨一下 看到不好的东西 做一下眉头 也是可以 不要轻的陷入到任何一种极端的看法 认为中国就一定伟大 美国就完了 或者说 中国人与完蛋 习近平搞得不好 我们现在在等待都1976年 我见到好几个华人就跟我讲 现在中国的政治形势很像1976年 就等待都大块人与四 粉碎习近平 所以 政治这种极端化的这种看法 你就看看这样一位作者的文章 你就不会有那样一种紧张感 你会发现 中国有些地方变得很沉闷 但有些地方变得很沉闷 作为新闻来讲 没有那么好玩 但是呢 中国是不是在产生一种迅速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 你可能在 即算是西方 都很少会看得到 我的一个观点就是 中国会成为新技术革命的一个主导者 这样一种观点在三年以前 四年以前讲的时候呢 很多人批评我 那现在讲 新技术的参与主导者的人呢 越来越少 这是因为中国的过去30年代 所跌跌的基础 人才的基础 制造业的基础 市场的基础 人们观念的基础 实际上会比西方更容易 迎来一个 真正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时代 好 谢谢何明先生的点评 那么有关于来自 这个联合早报的这一篇文章 那不知道如果您最近去过北京 是不是同意这一位 记者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那是写的非常的 灵气的一篇文章 不像苦大仇深看中国 也不像我们叫高举红旗 这样的一个 对 这个这个这个 新向党中央这样的一个 一个事业 或许呀 这就是心理学家讲的 人哪有的时候不要有 不仅仅仅是要有批判之言 同事要有人类学家之言 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 抱着一种好奇 抱着一种 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探索之心去看 或许呀可以得到一些有趣 更有质感的结论 以上就是本期的思想全新报 下期我们再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访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